一把傘的功能不應該只在下雨中幫你擋雨 一把好的傘應該可以在下雨中和下雨後防止你濕身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普遍一把傘傘傘傘完雨後 這把傘就會很濕 你去室內的時候 這把傘就會滴水到你的褲裙和鞋上 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一把 這一把就叫做Unarella 我稱它為好像弗拉利之中的傘 原因是因為它可以很簡單地防止你濕身 在雨中或者雨後 但記得 如果覺得這條影片有用 或者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個like 如果想看更多的影片 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或者like我的facebook page Unarella其實是一間日本公司WPC所推出的產品 它的名字其實是解不濕傘這個意思 它有三款 有長傘 短傘 還有一些開關鍵 按開傘傘 長傘大概90cm長 我這把短傘 這裏就26cm 但首先要多謝Searching C提供這個版給我 沒有它們又拍不到這條影片 之前我說它是一把霍拉利之中的傘傘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要想像一下這個情況 一個人買了一架全新的紅色車 當然啦 機件上全部都沒有問題 外貌上都沒有問題 但是 當一架霍拉利駕駛在旁邊的時候 除了四個輪子相同之外 你會發現它的機件 硬件 硬件 軟件 全部的東西都很多少少 但是怎樣好法呢 我們留意下一節 這裏因為要捕捉雨的關係 我唯有快快脆 因為很難觸摸到何時會停雨 先在雨裏停留20秒 20秒之後就會示範給大家看看 這把傘是怎樣去射水 我現在進入陰位 你可以看到全部的雨水 好像一滴一滴 真的滴了出來 當然還有少少的會留在這裏 我現在輕輕地釀一下 你會見到大約90%都沒有了 如果再釀三下 你會見到全部的雨水都沒有了 當然因為現在下雨 所以如果見到有少許雨水 其實是正常的 因為是那些撇過來的 我們現在去看看這把傘的結構 它是用那些扣位來開傘的 然後開傘之後 你會留意到它有分為三折 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會見到其實這裏 總共有六條骨架 一二三四五六 然後上高還有一個很平穩的架 來穩固這把傘 其實它是相當之厚的 對比一下其他傘 這裏總共大概是5mm厚 普通的縮骨傘 都只有1mm至1.5mm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它絕對硬朗很多 可能你會用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問題 其實也不是一個問題 就是當大風的時候 你可能會發現這把傘會不停翹起 但其實是很正常的 原因是因為這把傘總共有三折 這裏是一折 這裏是第二折 第二折是一條鐵線 可以這樣說 然後還有一些塑膠 幫它做一個穩固的作用 然後第三就是再有另一條鐵線 為什麼我說反出來是很正常 就是因為首先這把傘 它是這樣縮的 它是這樣縮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勾 其實是在把傘的裏面 而不是跟傳統傘的外面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當風在這裏進來的時候 普通的縮骨傘會反 然後就爛 你會在垃圾桶見到很多這些傘 但這把傘是不同的 就是因為當風是這樣吹的時候 這個折位 它就會折起來 這樣就防止它會爛 所以其實在這方面來說 它會非常耐用 如果一陣子有些風來 我們可能在中間就會停 但旁邊的可能頂盡會這樣反 但這樣不會導致它爛 這把傘 之前都說過 UNARELLA有三個不同尺寸 大傘的 即長的一把是349元 這一把是279元 然後那把一把彈開 即按鍵彈開的那把是399元 說真的它不是很便宜 但我不會覺得它貴 始終來說 如果你對比一下 那些傳統一把傘 地鐵站買的那些 可能50元一把 100元一把 但又會很快壞 或者又不是很防水 那些沒得比 因為實用性根本不一樣 都不同grade 但首先我最喜歡 就是長的藍色 因為它那把藍色 是真的很漂亮 但先講一講 如果講一些物料 你也看得到 防水的功能是很好的 但不用擔心它用一用 就會不滲水 其實他們有建議 你偶爾用風筒吹一吹你把傘 就是攤開它 然後吹一吹它 這樣就會比較耐用 我想如果你真的耐用到 可以去到五至十年 然後它的防水功能 都不是那麼好 說真的 我不會投訴 因為已經用到五年了 是吧 即違反都是幾毛錢 可能一毛錢一日 我都計不到 但總之是很便宜 如果真的用到五至十年 然後第二點 如果真的下雨的時候 未必會有人喜歡站在你旁邊 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的那些雨水會滲出來 即是說 如果你這樣計算 站在你旁邊的那個 就會吃光那些雨水 或者兩邊會吃光那些雨水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用途 即下雨天 人都知道很多人都擔傘 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比較吸引的一點 然後很方便攜帶 你知道很細 然後你知道下雨天 通常那些人都開了擦傘 攤開在地上來乾 那你絕對沒有這個需要 因為本身 好像剛才看得到 都是 三下 三至四下 都沒有雨水 那你就很自然可以收回 然後放在一個袋裡 這個很好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環保 還有它有很多款顏色可以選擇 當然未必款款顏色都有那個尺寸 所以大家要自己留意一下 還有這把尺寸其實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它會是明明是人家的發明 但是你會少少地沾了別人的聰明 你見到那些人不是用你這把尺寸 可能你心裏面會有一種感覺 如果你是我買了這把尺寸 你就不用那麼麻煩 你真的會有這種感覺 因為你是覺得我買了這把尺寸 我真的好像聰明一點 所以如果總合了所有東西 其實我覺得如果真的279元 或者大姐三百四十九元 其實我覺得絕對值 你大姐去很多店舖買 可能買兩三把其實已經同一個價錢 所以我會很建議 如果最理想的我會最建議 買一把細的再買一把大的 細的可以放在背囊 例如你日常上班可以用 大的是如果你日文出街 或者平日一個人出街可以用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的